写出发生在我身边的轮回故事 以证实轮回转世的真实不虚 故事一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叫孙祥 往返县城四五十里拉克 一天秋天的傍晚 大约七点钟左右 忽然来了三个人 两男一女 两个男的身穿一套黑色外衣 女人穿一套白色外衣 显得格外分明利落 其中一个男人走到跟前 对孙祥说 去某乡镇某村 孙祥高兴地说 行行行 上车吧 一会儿就走 因为快收工了 没有乘客就放空车 这三个人要去的地方 正好是他回家路过的地方 很顺路 所以孙祥心里很高兴 三人上车 入座后也不说话 好像各怀心事 五分钟后 孙祥见没有别的客人来 和三位客人打了一个招呼 坐稳了 开车了 三个人也没回应 只动了一下身子 汽车缓缓启动 越来越快 夜幕也徐徐降临 过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三位乘客下车的地点 孙祥说 到了 该下车了 没人五元钱 三人犹豫了一下 随即没人递给孙祥 一张五元钱的人民币 孙祥看了一眼 撞到了上衣兜里 三个人匆匆下车 静止去了 离路边十米左右的一个大门 孙祥看见三人进了门 便开车回家了 饭后 妻子问孙祥 今天挣了多少钱 孙祥从那衣兜里 掏出一搭钱 说 这是一百五十块 这里还有十五块 当拿出这十五块时 他傻了眼 竟然是三张烧纸 他足足看了一分钟 妻子也大惊失色地说 这怎么回事 孙祥就把刚才发生的事 叙述了一遍 妻子听了也没说话 两人面面相去 最后 孙祥打破了寂静 慢慢说 难道是见鬼了 不行 我明天得去找他们 一日 孙祥早早起床 吃了点东西 准备出车 去查明昨天的事情 半个小时后 就来到了昨天傍晚停车的地方 上前敲门 几分钟后 里面传来了一位老者的声音 谁呀 一大早的 因为心里有事 孙祥今天起得早 别人还没起来呢 哦 我是昨晚送三位客人 到你家来的司机 想再见一下那三位客人 老者看了孙祥一眼 很疑惑地说 客人 什么客人 没人来呀 孙祥说道 昨天晚上 七点半左右 我在县城 给您家送来三位客人 两男一女 两个男的 穿一身黑 女的 穿一身白 下车后呢 就静止上你家来了 我亲眼所见哪 老者听把一脸茫然 望着孙祥大声说 没有 真的没人来 孙祥说 那 我能进屋看一下吗 行 你来看吧 老者在前面走 孙祥紧跟其后 进了东屋看看 西屋瞧瞧 都看了个遍 也没看到那三个人的踪影 孙祥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见了鬼了 老人在一边看着 发现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不像是找人 灵机一动 诶 风趣地说 两喝一白 人是没有 来了三只小猪仔 就是两喝一白 说着 往院子的猪圈那边一指 不信 你去看看 孙祥与老者一同 到了猪圈 往里边一看 一只老母猪 正在给三只小猪喂奶 正是两喝一白 老母猪见有生人来 哼哼了两声 像是在说 别找了 都上我这儿来了 孙祥见状 连想昨天的情形 两喝一白 不爱说话 人民币便烧值 再看着眼前的 两喝一白 三只小猪仔 若有所思 人真的有六道轮回啊 看把多时 孙祥对老者说了声 对不起 打扰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继续跑车去了 故事二 这个故事发生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 河北省某农村 发生了一桩 宅基地纠纷案 事情拖了很长时间 也无法判案 因为各说各的理 谁也不认输 但谁也拿不出 强有力的证据 法官也只能是调停 无法判案 时间长了 家一两家都弄得疲惫不堪 元气大伤 陷入极大的怨恨中 不能自拔 正当案子僵持的时候 一位好心的邻居 找到贾家 说 我看你们的官司 也没有个头绪 老也结不了案 我看着揪心难受 这样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 也是一个证据 看能不能帮上忙 不论官司输赢 早点结束 也好过日子 贾听了点点头 很认同 邻居接着说 据我知道 你家的宅基地 是有房契的 贾一听说有证据 眼睛一亮 来了精神 盲说 在哪儿 你快说 邻居说 我以前没说 就是怕你追问 我是怎么知道的 所以就一直没告诉你 你得答应我不要追问 行吗 贾心里一沉 点了点头 说 行 邻居说 就在这栋屋子 东间大梁的南头上 贾忙找来了梯子 上去一看 在梁头的一个木头缝里 有一个折叠的发了黄的纸 取出来一看 正是以前的牢房契 贾喜出望外 高兴地说 这回可行了 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说着就要跪下给邻居磕头 邻居连忙拽起贾 说 不要谢 你也不要再问我 我是怎么知道的了 说吧 邻居就走了 官司很快就答应了 贾怎么也得谢谢邻居的帮忙啊 就选了个节日 买了一些礼物 去答谢邻居 邻居说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谢我 你怎么非得要这样呢 贾说道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 但这个米把不解开 那我能放得下吗 那不得闷死我呀 你告诉我天机是为了帮我 现在不照样也是在救我吗 你说是吧 那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什么我都能接受得了 不然的话 我怎么活呀 我的事我不知道 别人却知道 你想想 那是什么滋味 你为我想想 也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帮忙帮到底吧 作为邻居 我会永远感激你的 说着 掉下了既感激 又乞求的眼泪 邻居一听他这么说 觉得也是这么个离 心也冻了 有些为难地说 告诉你 也没什么难的 只是 你能接受得了吗 家擦了一下眼泪说 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你说吧 我也做好思想准备了 邻居说 那好吧 随即把十岁的儿子叫过来 说 儿子 你告诉他吧 儿子走过来 站在那儿不说话 贾说 小子 你说吧 儿子看了一眼贾 欲言又止 还是不说话 贾又说 告诉叔叔 这是怎么回事啊 儿子瞪了贾一眼 说话了 什么叔叔呀 我早就说不能说 跟我爸也说过了 是真不能说 你们非要逼着我说出来 你们会后悔的 贾又说 没关系 你说吧 我绝不后悔 那好吧 那我可说了啊 只见 那小子望着贾说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啊 因为那就是我很多年前 亲手放在那里的 很多年前 就是因为地基和那家 发生过争执 我和那家商量着 撂下了此事 画了图 尺寸 我怕弄没了 就放哪里了 我是你爸爸呀 所以我知道此事 家庭后大惊失色 半事儿没说出一句话 因为父亲 就是十年前过世的 孩子这么一说 看来是真事 家陷入了深深的陈词中 后来 家与邻居关系非常好 对那个孩子 也非常的关心 照顾 他可能会想得到 那也是不像 小子 你爸爸